西域高原上美丽大湖 惊现奇异身影 是狐怪还是拥有物鸣生物 走近它又将探究出这里多少的地理谜题 国光谜团 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在新疆有一个世界文明的重大赛事 那就是每年夏天在赛里木湖举行的黄湖自行车比赛 而2007年那一届正是这项比赛的第一届 当比赛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 突然在赛里木湖中 突然有一个观众大喊了一声 不怪 不怪 一喊 当时我们也惊了 惊呆了 我们飞盒头来一看那个湖面 变了风平浪浪静的一个水面上 突然有一道长长的水 这一喊可不要紧 这些记者们原本聚焦在运动员身上的长枪短炮 一下子都对手了湖面 这咔嚓咔嚓一痛的狂拍 可是也就是一瞬间的工作 那个不明生物哗啦一下子又潜回了水中 记者们急忙回看他们刚才拍的照片 结果令人大失所望 因为谁都没有来得及换合适的镜头 而那一瞬间又极为短暂 大家的相机里竟然没有留下一张清晰的照片 但是这其中一个记者有幸拍到了不明生物潜入水中之前的最后一点影子 大家赶紧围过来看 这一看好家伙 谁能看出来这究竟是什么呢 目击者 我说不明生物只出现了一瞬间就不见了踪影 但人们一直在湖边张望 久久不愿离去 却再也没有见到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 塞里木湖很快又归于平静 但是不明生物的传闻却在人们心中激起了不小的涟漪 其实塞里木湖不明生物的传闻由来已久 清代地理学家徐松在西域水稻记中曾描述 当有大脚多虚的怪兽露出塞里木湖湖面时 湖上便会狂风骤起 雷雨交加 波浪翻涌 雾气弥漫 一派阴森恐怖之景象 而名将林泽徐 在被流放到新疆伊犁的路上 也曾目睹过塞里木湖的不明生物 那时天色大变 木马斯明的向前飞奔 令人惊恐胆寒 为了探明不明生物的真相 地理中国设置组来到塞里木湖 准备做一次深入的调查 塞里木湖 塞里木湖位于新疆北部波尔塔拉紫治州伯乐市境内 它有如一颗蓝宝石相见在天山山脉西段的高山盆地中 分外耀眼 设置组从首府伯乐市出发 驱车前往塞里木湖 为了对塞里木湖的大小有一个直观的了解 记者决定乘车绕湖一圈 那一会儿呢我们就坐上这辆车沿着环湖公路走一圈 看看用去多长时间 然后呢这个里程数又该是多少 那个冰师傅咱们这个能把这个里程表给归零吗 算一下最后咱们能够走多少里程 很快 采访车就驰骋在塞里木湖的盐湖公路上 准备绕湖行驶一周 正当我们沉浸在美妙的景色之中时 突然天色大变 窗外竟然呈现出了与刚才截然不同的景象 这个塞里木湖啊 位于我国第二阶梯西部天山西段的高山盆地当中 临近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边境 就在记者一边坐车绕着这个塞里木湖进行观测 一边心里不停想象不明生物的时候 突然这车里的人啊 都觉察到了一丝良意 窗外的情景呢 也顿时发生了巨变 这呼呼的大风啊 就从这个湖面吹过来 使厚厚的云层飘移到了车子上空 正好遮住了太阳的光线 转瞬之间呢 这里啊 竟然又下起了青盆大雨 记者心里是又好奇又兴奋 刚才还艳阳高照的 怎么突然就下起雨来了 难道说这是不明生物 要现身的征兆吗 一山有四季 十里不同天 这种原本在中国南方山区才能看到的景象 竟然也出现在地处高原的塞里木湖 不由得令人感叹 塞里木湖变幻莫测的魔力 就这样 车行驶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接近了路程的结尾 现在呢是下午的五点多 历时一个小时二十八分钟呢 我们来到了从出发时的远点 我们来看看我们用去了多少公里数 小心车 师傅咱们开了多少公里啊 九十二公里 这个距离应该是很远了 据了解 塞里木湖东西长约为二十九千米 南北宽约为二十五千米 由此整个湖泊的面积 大约有四百六十平方千米之多 如此看来 面积广阔的塞里木湖 确实有生长巨型生物的条件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 曾经有不明生物传说的 长白山天池和卡纳斯湖 与塞里木湖有着相同的条件 它们都属于高山琥珀 种种信息不禁让记者产生了联想 如果不明水生物真的存在 那么 常年生活在湖区的牧民们 是否会对此有所耳闻呢 考察队决定到牧民那里进行一番打探 我以前这个以前的老人 我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那样子 老人讲的我听的 我没看过 这个湖里面有一个 那个一个牛油 我听我奶奶说 那个水怪是一个比较长的一种生物 有 以前在这湖里面有个黑黑的东西 他们说一个公牛 他们说可怕 牧民们的话又加重了科考队的好奇心 记者决定更近距离地观察塞里木湖 现在我们的目的是要到湖上去探查一下 塞里木湖到底会不会有不明生物的出现 据牧记者说 当时它是在离湖面一二百米的距离 发现了不明生物 那么现在我们就去看一看 是否会发现水怪的身影 坐在船上 记者终于有机会近距离观看湖水 只见此时的塞里木湖 呈现出美丽幽静的深蓝色 一眼望过去 湖水清澈而纯净 站在渔船上 呼吸水上的空气 令人心旷神疑 师傅 你听没听过塞里木湖水怪的一些故事和传说呢 没有 你觉得这么大的湖 湖里会有一些像水怪的不明生物会出现吗 这人要手过手不好 正在和师傅聊天的功夫 天际突然发生了变化 刚才还是晴空万里的天空 转眼便阴云四起 此时的湖面也开始翻腾起浪花 船上师傅的神色开始凝重起来 记者也有些紧张地盯着湖面看 行船多年的师傅告诉我们 塞里木湖水域宽广 湖上气候多变 欲有大风行船 风浪会随时带来危险 渔船师傅告诉我们 得避免发生不测 还是赶快收工的好 一星人匆忙间靠了岸 在对当地牧民的采访当中呢 有一个年轻人啊 听说我们是来寻找湖中不明生物的 就极力向我们推荐了一个地方 他说啊 他曾经在那里看见过一种 以前从未见过的生物 虽然个头不大 但是长相奇特 据他推测 说不定这就是那不明生物的 幼体还没长大 还像我们展示了 当时拍摄的一张照片 您看这张照片啊 这种生物体型纠针 似乎跟人们想象中的 不明生物的样子 好像相距还很远 不过 您再看这张 这尼斯库水怪的照片 这两张照片一对比 您看 是不是还真有点相似 这椭圆的脑袋 还有这个长长的脖子 确实是越看越像 于是记者怀着激动的心情 立刻乘车 赶往那个年轻人 所说的地方 考察队乘坐的车 由赛里木湖一路向北 一个小时后 考察队终于来到 温泉县西部 别针套山的苏鲁别针沟 这里距离赛里木湖 有一百多千米 眼前的景色虽然美丽如画 但是乍一看去 并不像是能够生长 特殊水生物的环境 一时间 考察队员都感到有些疑惑 年轻人所说的不明水生物 究竟在哪里呢 突然 就在一处小溪间的岩石缝隙里 当地向导冬花大妈 示意我们放慢脚步 以免惊扰了这些水下的生物 果然 当冬花大妈搬开石缝 一个身材瘦小 外貌有黑的小家伙 突然出现在了考察队的视线里 杨鱼郡是北尼自然保护站的战长 他介绍说 这是新疆特有的一种娃娃鱼 学名叫新疆北尼 是距今两亿多年的古珍稀动物 极其珍贵 经过多年监测 杨战长发现 北尼一般会集中在这个季节产卵 幸运的是 在我们采访过程中 竟意外见证了这一幕 你看你看那个大北尼 你看你看 你看 你看它这个就是一对胶囊 这个里面不是你看那个白白的 白白的就是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小鱼 你看一条出来了 可以看到吧 它刚刚是一个胶囊破壳出了 那条小鱼 杨战长告诉我们 北尼产卵的过程并不多见 而这一幕竟被考察队意外拍到 令人十分激动 那么 这身材秀珍的北尼 究竟会不会是塞里木湖 不明生物的幼体呢 不明水生物的传说 无论在哪 都是备受人们关注 全世界好多地方 也都曾经发现过 长相怪异的水生物 比如这个奇特的生物 据说是在澳大利亚 发现的神秘物种 而这个 则是在泰国当地 湖泊当中发现的不明生物 看来这不明水生物 一般都是面目诡异 身形巨大 可是据说 这北尼最多 也就长到30厘米左右 不仅如此 北尼对生存环境的要求 十分苛刻 它通常生存在 高山泉水 小溪等 水质良好的潜水里 所以 无论是从体型 还是生存环境方面来解释 说这北尼就是塞里木湖 不明生物的幼体 这一说法 貌似有点不靠谱 虽然此趟探寻并没有找到关于不明生物的新线索 但是 这却引发考察队的另一种思考 这附近既然有罕见的北尼生存 那么在塞里木湖 是否还会有其他更罕见的水生物呢 在排除了北尼就是塞里木湖不明生物幼体的可能性之后 考察队决定和地质专家李一祖老师 以及当地环境保护站的工作人员一起回到塞里木湖 对他的地理情况进行更加细致的观测 李一祖 原156梅田地质队地质勘探工程师 资深科普专家 李老师说 塞里木湖之所以会呈现出一种极富魅力的深蓝色 这与它的地形地理位置 湖水深度 以及湖水中含有的某些特殊物质 有极大的关系 那么 这高原上的蓝色湖泊 是否有什么更加独特的地方呢 李老师说 要想解答这一问题 要先尝一尝湖水的味道 什么味道 稍微有点咸味 你感觉什么味道 我怎么觉得还有一点点甜 但是有一点点甜 好像确实有一点点咸的味道 对 实际上是非常拌的咸味 是不是两边的 就是四周的这个要稍微偏咸一点点 那么湖中心的咸味是比它更浓郁的 浓郁在底下 集中 没想到 湖水竟然泛着丝丝咸味 这个湖是个封闭的湖 高山地区日照时间又长 无形中湖水的蒸发量就很大 蒸发 那么这些个含的盐东西呢 就沉淀在水里头 所以有咸味 当地环境保护站的工作人员 用专业仪器对湖水以及湖的深度进行了勘测 化验和测算的结果证明 塞里木湖是个冷水湖 湖水深度约为106米 含盐量每升三克左右 在湖水分类中算是危险水湖 水质的各项指标都在优良 李老师说 这样的湖水状况 大型水下生物的存在 具有一定的可能性 这一结果 让考察队看到了一线希望 就在此时 塞里木湖东侧岸边 一处奇怪的景象 引起了考察队的注意 湖岸边赫然矗立着一个 高出湖面数米的长长崖体 绵延约几百米 看上去像一面城墙 异常庄严 一边是温情默默的清澈湖水 令人心旷神疑 一边是巍峨挺立的巨大崖壁 两者组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视觉反差 让人惊叹不已 看到塞里木湖旁边高耸的这个崖壁 我立刻联想到了英国著名的多佛白崖 您看 这么对比一下 是不是还真觉得有几分相似 这多佛是英国最接近欧洲大陆的地方 距离法国的直舰距离只有约34千米 站在陡峭的悬崖边 肉眼就可以隔着英吉利海峡 望见那片陆地 这多佛白崖的成因已经被查明了 它实际上是由细小的海洋微生物 以每年0.015毫米的速度沉积而成 从白厄纪开始至今已经有一亿三千万年了 但是塞里木湖并不是海洋 那么这片崖壁的形成究竟是源于古代海洋的变迁还是另有原因呢 它的成因是否和不明生物的存在有什么联系呢 这个土层里夹的这些石头很少的被磨圆的 都是角力状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山上的坡击 是流水把山上岩石粉碎了以后 坡击下来 甚至山坡下来沉积在这了 现在随着可能是湖的下降 又把它这给侵蚀造成这么一个陡地 李老师进一步介绍说 前面的雪山和湖边高高处立的崖壁 正好能说明塞里木湖湖盆形成的过程 大约三千万年前 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成就了天山山脉 周围许多高山隆起 形成了众多断线盆地 而塞里木湖所处的位置就是其中一块 天山积雪汇聚成巨大的水流 沿着断线山体不断汇入到盆地中 填满了塞里木湖的整个盆地 而一些山体被流水冲刷下来 带到湖盆周围 就形成今天这样壮观的崖壁 塞里木湖历史悠久 在漫长的地质变天中 湖里的生物也不达多样 一些不明生物的存在不是没有可能 不过对不明水生物的这一说法 曾经有科学家提出了意义 他们曾经做过一个木桩坠入湖中的实验 结果证明因为角度和高度的不同 岸边的观测者极易将漂浮的木桩 误认为是不明水生物 那么塞里木湖中出现的怪影 是否就是人们的一种视觉误差呢 考察队带着种种疑问回到了牧民那里 在闲谈中 牧民提供的一个消息 让考察队又产生了兴奋 据说湖里生长的一种不同寻常的鱼 被当地人视为珍宝 那么这种鱼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在里木湖里竟然生存着不同寻常的鱼 这可真是一条非常宝贵的线索 一般来说 您看咱们平时在市场上见到的鱼 小的也就巴掌大小 最大的也就几十厘米长 可是就在新疆阿拉泰地区的喀纳斯湖里 人们曾经发现过一种巨型的折罗柜 您说它会有多巨型呢 据说最大的身长将近有一米五 我们都知道有些鱼类是有迁徙的特性 虽然巨型折罗柜已经灭绝了 那么这塞里木湖里的不明生物 会不会就是从喀纳斯湖迁徙而来的 这个与巨型折罗柜相似的结疑物种呢 多年来 喀纳斯湖水怪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不过水怪的说法的确不是凭空捏造 因为在这之后 人们在喀纳斯湖里确实发现了大型鱼类活体 折罗龟鱼 被当地人称为大红鱼 那么塞里木湖里的珍贵鱼类又会是什么呢 考察队决定继续去湖上打探一番 巧合的是 刚来到岸边 一艘船慢慢由湖中心向岸边靠拢 这正是一群刚刚从湖上捕鱼归来的人 考察队成员看到 穿舱里装满了活蹦乱跳的鱼 论个头 大概只有折罗龟的三分之一 论长相 看不出和普通鱼种有什么不同 这个鱼叫什么鱼啊 高白龟 高白龟啊 渔民告诉我们 这就是被当地人视为珍宝的鱼类 高白龟 它是近两年才出现在塞里木湖的冷水鱼种 渔民还告诉我们 在塞里木湖里 除了高白龟和一些被它用来当作食物的微小虾类 几乎再看不到其他鱼类和水下生物 从渔民们的口中考察队得知 原来在天气晴朗的时候 高白龟总是喜欢成群结队的在湖里游动 当鱼群游到某处时 偶尔还会翻涌露出水面 它那个波浪是被那个户面高度有一个三四十公分左右的 而高白龟鱼的身体又大多呈银白色 因此渔民们认为 自行车赛上目击者所拍到不明生物照片中 那一长串银色的暗影 很有可能是正在游动着的高白龟鱼群 虽然这一说法并非最终答案 但专家认为 这是目前为止较为科学合理的一种解释 高白龟鱼群的存在也能够反映出 塞里木湖的水质和生态环境正处于十分优良的状态 美丽的塞里木湖不仅滋养了高原的一草一木 更是被整个新疆地区的环境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 这考察的结果让所有人都心情复杂 一方面大家心里有些许的失落 考察队满心期待 以为此行能够发现某种神秘生物 结果照片上 另一的波澜竟然很有可能只是鱼群的反映 另一方面大家心情又很激动 因为在考察的途中 不仅遇到了难得一见的北尼产卵的珍贵景象 更是解开了许多塞里木湖的秘密 塞里木湖的地理价值 还远远不止于此 它形成于三千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的时期 众多的山脉升起 同时造成了许多断线盆地 新疆地区的三山加两盆的地貌特点 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到了第四季冰川时期 整个湖面又被冰层覆盖 四周白茫茫一片 如今地理学家依旧可以从湖底的沉积物当中 研究出我国西北地区乃至整个中亚地区的气候环境变化的过程 这塞里木湖简直就像一个天然的地质博物馆 在哈萨克语中 这个塞里木湖的名字是住院的意思 在当地人的心中 这片蓝色的湖水永远都充满了美好和神圣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下期节目再见